三清原始,宇宙的隐秘缔造者,你从未听说过的起源故事 在古老的中国传统宇宙观中,宇宙的生成和演化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 其中三清原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三清原始代表了宇宙的最高神秘,是道教信仰中的核心之一 下面将探讨三清原始的诞生和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三清原始是道教神话中的重要角色 通常被视为宇宙的根源 它们分别是原始天真、上清天真和太清天真 代表了道教三清派的神情 这三位天真各自具有独特的属性和职责 合称为三清 它们被认为是无上的至高神明 创造了宇宙的万物 也是道教修道者所崇拜和追求的对象 关于三清原始的诞生 道教经典中有着各种不同的传说 最常见的说法是 三清原始是自然生成的神明 而非有父母的生育 它们被描述为深邃的存在 存在于宇宙的起源之前 是宇宙法则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它们的形态常常被描绘为虚无缥缈 难以捉摸的灵体 因为它们超越了物质世界的束缚 三清原始的诞生与道教的哲学观念 息息相关 强调的自然 宇宙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它们被认为是万物的起源 是道教修道者追求的目标 通过修行和修道 道教徒希望能够达到与三清原始相通的境界 超越生死轮回 融入宇宙的大道 实现永恒的存在 三清原始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远的影响 它们不仅仅是道教信仰的核心 也在文学 艺术和哲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许多文人木克将三清原始视为灵感的源泉 创作了众多诗歌 绘画和文学作品 表达了它们对宇宙的探索和对神秘的追求 总之 三清原始的诞生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中的一部分 代表了道教信仰的核心概念 它们是宇宙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是道教修道者追求的至高目标 它们的存在和影响贯穿了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 为人们提供了对宇宙和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 此外 三清原始的思想也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伦理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强调自然和谐 鼓励人们与自然界和宇宙保持平衡 以实现精神上的提升 这一思想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推动了人们对环境保护 社会和谐和个人内在修养的关注 此外 三清原始的故事也影响了中国传统医学和中医文化 在中医理论中 人体被认为是一个小宇宙 与宇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三清原始的思想强调了自然界的力量和平衡 这对于中医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医要文化中的许多理论和疗法 都源于对宇宙和人体的这种宏观和微观关系的理解 最后 三清原始也在中国的节令文化和宗教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许多中国的传统节日和宗教庆典都涉及对三清原始的崇拜和祭祀 这些仪式旨在寻求神明的庇佑 确保丰收 平安和吉祥 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崇拜 总的来说 三清原始作为道教信仰的核心概念 以及对中国文化和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是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精髓之一 他们代表了对宇宙人生和自然的深刻思考 鼓励人们追求内在的平衡与和谐 以实现精神的提升 他们的存在和影响在中国文化中流传了千百年 继续为人们提供对宇宙和生命意义的启发和思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